上来一次的一个人来说的笑容是我,你想想我就不肯定你平静了,相当平静,心相当健康。 如果我不是笑容,他们都没有判断,你想想,肯定没有判断,他有了还不知道,可能给你判断了。 如果我露几书明天给你判断,你记得把人传想跳。 你当时还控制你,卖写的开眼。 就是我从此自作我相当健康。 那就是说,你知道有可能就是说你只要这么干了,你肯定会死。 我的决案总是自杀,全上的总是自杀,这上要保护判斜,你都知道。 那你怎么刻薄这种恐惧? 你说我没恐惧,我杀一个人我挺脏,我恐惧一点,我从前面提起,我不恐惧。 因为人家我是死过一回来的,人家全面疾呼批手。 如果我是二级跑过来的,我就再两天就闹死了。 你有没有那种讲信心的事情? 没有! 那我是准备好。 准备好真正的原因就是准备明天从前翻过来的。 刚才我就是傻呀,我在这边逃亡可能躲了一年两年,能躲多。 不可能呀。 他说我,我平静是很水平常能躲,让我逃亡,过了逃亡的生活。 如果我能出去,更麻烦。 认识什么原因致使胡温海铭而走险,被重生村民大开杀戒呢? 我有了,我能这种钱呀,我没有必要,我也好玩,我家庭也挺好。 所以说我傻子,我父亲七十岁,我母亲六十岁,四十岁,我母亲都不能躲。 我孩子,四十岁刚从那儿去,我们的少人呢? 你想,我家里就点人住了。 我不到外部这里。 你想想,我不可能这么辛苦。 这种比较,第一个我必须走,因为我不走。 人家把我套,就往上砍了。 你英明子发生了一个数学。 在那高档几个月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,你想想,你肯定会买到杀戏,我看见。 我就想到这边,我就先下手一抢,把他们年转三斤,把他们裁断,我陪他们上楼。 我陪他们上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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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陪他们上楼。